我们再看下面第三十一句 以贫道富是一病 这一句是说 不可以因为自己贫穷而质道富有的人 这一句同前面以负嬌人 刚刚可以对应起来 孔子在论语里面说过这样一句说话 贫而无怨难 富而无嬌矣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在贫穷的时候 他能够做到无怨 无怨天由人 这个是很难得 相比之下富而无嬌就容易一些 如果是以富嬌人 这种人他在贫穷的时候 就肯定会怨天由人 那我们问了 怎能够做到以贫能够不度富呢 不去祈祷那些富有的人呢 一般来说 祈祷的心 人皆有自 这是与生俱来的烦恼 都会有祈祷的心 如何能够达到不忌妒心放下 即使自己是贫穷的状况 都能够不忌妒富有 这个要有明白道理才行 所以读圣言书的好处就在这里 读圣言书明白道理 他的心就能够平 心平稀和 就不会有嫉妒 我们要想 人为什么会有富贵 为什么我没有富贵 要知道富贵是因为自己前世 我们是暴施 今世 今世 即得 加上 祖宗 有阴德 疲友 所以 才能够有这样的富贵 所以我们不应该去祈祷他人的富有 甚至 还要希望人家破散 这个心态就不可能 这个是狠毒 刻薄的心 所以 应该反过来去想 一个人 他的富贵是前生利益他人得来的 善有善报 我们应该学习他的善行 我们想富有 很简单 我们都去布施 要知道 布施越多 我们得到的财富就越多 你看看现在的世界首富 是Microsoft微软公司的老板 Bill Gates 比尔盖茨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财富 前生布施 如果前生不是这样修行来的 怎么可能这一世有这么大的福呢 你说他是不是很聪明呢 可能是 但是 有他这么聪明的人 大把 为什么人家没有那么大富 他有那么大富呢 所以 这个就是 他布施的恩 得到财富的果 所以你看看他 现在 他也是很喜欢布施 将自己百分之九十的财富 拿来捐助慈善事业 他这个立愿 将来 他死的时候 他留给自己的子女 都是很少一部分 其他 绝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以上 通通拿来布施 而且他还倡导 所有世界上的这些库庸 都要 拿他自己起码百分之五十的财产 去布施 这个很难得 为什么今生喜欢布施呢 我们知道 这个是前生的杂气 这个是善的杂气 前世就是喜欢布施 他这些生他都很喜欢布施 所以你可以想到 他的财富是布施来的 那我们自己都要去学布施 虽然我们现在可能是贫穷 但是 我们布施 我们如果是 拿出 百分之九十五 我们布施 哎呀 这个功德 不会压于 比以盖之 为什么呢 因为你穷嘛 你穷 还能够这样 拿出这么大的比例去布施 你的功德 你的功德 不会差过他 所以 布施的功德大小 不是看 这个 绝对值 布施多少 比以盖之 即使布施一个亿 对他来说 都不算什么 但是你呢 可能你很穷 布施一千元 都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在《鸟饭四份》上面 就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呢 有一个贫女 这个女仔很贫穷 甚至 淪落到要靠黑城为生 有一天 他就 将他黑黎的两文钱 拿去寺院布施 结果寺院里面的住持 是一位得道的高僧 他知道这个女仔 发了一个真心 非常难能可贵 所以亲自为这个女仔 做一堂 忏悔回向 帮他消业障 后来果然 他福报现存 被皇帝看重了 选入宫中 做了贵妃 这时候 大富大贵 他就想到 哎呀 今天有这样的福报 真是全靠 那天 能够 这个布施寺院 得福报 布施寺院是 支持佛陀教育 要知道寺院就是教育的 这个机构来的 他不是搞神庙 他不是宗教 佛教是什么 是教育 是佛陀对于众生 至善圆满的教育 使得人能够破迷开悟 就能够离苦得狼 他说什么内容 宇宙人生真相 你明白真相了 你不会糊涂了 你不会迷惑颠倒 你就不造业 那就不受报 所以苦就不会有了 人怎么会有苦 苦是因为自己 糊里糊涂造业 形成的果暴 所以 支持弘扬佛陀教育 这个功德就很大 所以这个女孩 将他刻回来的两文钱 这个是他全部的家当 通通拿去布施 所以感到这个福报 所以贵妃娘娘 这时候想起自己过去的恩怨 于是很感恩三宝 就决定 这次布施是一千两黄金 带着一群丫鬟 这个工人就浩浩荡荡 开赴到寺廟来布施了 哇 这个贵妃娘娘来布施 大书主来了 一般寺院的人高兴到死了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住持和尚 竟然自己不出来认知 不单止不出来认知 贵妃娘娘要在做一个法会 这个住持和尚派一个小和尚出来 代他来参灰回向 这个时候贵妃娘娘想不通 一路就找到那个方丈室 找这个住持和尚来问 师傅 过去我是一个贫穷的女子 布施这里两文前 你老人家亲自为我做回向 为什么今天我布施一千两黄金 竟然你叫一个小和尚 妈夫了事 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住持和尚呢 就心平气和和他说 昔日啊 你来我们的寺院布施 虽然是两文前 但是你的思心甚真 布施的心很真诚 如果老衲不亲自出来和你回向 对不起你的真心 但是 事过景軒 现在你是贵妃娘娘了 一千两黄金对你都不算什么了 你布施的心 已经远远不如前日 那天那时候那个心那么真 所以 叫一个小徒弟 代我去做 就够了 所以你看看这个故事说什么 一个人 他布施 关键 是用真诚心 这个功德就很大 如果是 是用傲慢的心 这个 自以为是 以为自己是大施主 这样的心去布施 功德反而 不是很大 千两黄金的功德 都不够那两文钱的功德大 我们看到 中国 四川 在2008年5月12日的 汶川大地震 当时大地震之后 全中国的人 都 纷纷 伸出了援手 布施财 布施民 很难得 所谓 这个 多难兴帮 又灾难 反而 势到人心团结起来 我看到一个杂志 登了一个很有趣的排行榜 这个排行榜 是按照 人布施的 钱的数量 来排列的 当然都是富翁 都是有布施整个亿的 这个排行榜 然后呢 还有一篮很有趣 是将他所布施的数量 那个金钱的金额 对比他的财产的 这个比例 都公布出来 我一看 这个 没有一个说 布施超过他财产的百分之一 同时 我又看到 这个 新闻报道 在广州的街头上 因为当时 很多人 要 组织 做捐款 那个 捐款的捐助商 就放在街头 大家就自动自发 投钱下去 结果有个记者拍了一个镜头 是一个 残疾人 黑衣 他两只脚都没有了 靠着手 抄着地 爬着过来 这个 跌高的身 将自己 这一天 所 黑拿的全部的钱 都是一元 一毫 税子 全部 放入 功德箱里面 这一幕 世人动容 我就想到了 这个黑衣所做的功德 就是绝不低 排行榜上 那些库庸所收的功德 为什麽 因为是说比例 不是说绝对值 这个黑衣 这个黑衣能够 在自己这麽贫穷的时候 自己身体残疾 竟然能够拿出这麽多 自己的收入去布施 这种人厚的心 这种人厚的心 我们可以预测到它将来一定有大福报 如果不是今生一定是来世 来世他就做了大富翁 肯定的 风水轮流转的 所以那些富有的人 我们不需要妒忌 贫穷的人也不需要自己觉得 自己不好意思见人 为什麽呢 贫穷和富有可以轮换 如果我们富有不肯布施 将来就贫穷 我们现在贫穷 乐于布施 将来就富有 而且如果我们富有 我们布施 布施得非常之勇猛 分不顾身 将来得的富贵 就殊胜了 所以我们看到富有的人 我们怎样去想 用什麽心态 这里讲的第一点 是应该想到他财富是布施而来 应该学习他的布施的精神 不可以妒忌他现在富有的果报 第二个呢 我们要想到 一个人富有 都是靠劳心劳力 赚钱不容易 很辛苦得力 即使是这个比尔盖茨 这样的首富 他赚钱也不容易 他的财产不是天上突然间跌下来的 是靠自己白手起家 这样慢慢赚回来 这个过程当然 是一个劳心劳力的过程 前世虽然有布施财富 有这个富贵的恩 这一世都要靠个缘 缘是你所做的事 你要劳心努力 所以看见这样 我们应该 心平静下来 心平静下来 不可以去祈祷 甚至看见很多富贵的人 可能一生在劳心努力 创造财富 到了晚年一生病 我们看这些报道 就知道有些富人 大富翁 身家是几十亿 到最后呢 到晚年只能吃那些番薯 其他的什么山珍海味都不可以吃的了 只能每天吃番薯 为什么呢? 腸胃不行 所以我们一看呢 其实那些富有的人都几可怜 怎么可以妒忌他呢? 我听见一位同修说过 他曾经拜访过一个很富有的人 那他这个富翁到最后 在家户病房里面 全身插着管 靠着呼吸器来呼吸 那他去看他的时候 见到呢 这个人呢 趁他摆下手 事意呢 帮我拿一张纸巾 可以抹一抹棉 这样 这个人就拿一张纸巾给他 他就很高兴 跟着他出来之后 就很感叹 这个富翁 他的银行里面的钞票 那些钱 数都数不过来 但是到临终的时候 竟然那些钞票 都不如一张纸巾那么好用 你说是否很可怜呢 所以人有财富的时候 你知道是用你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去换取过来 懂得这个道理呢 也都没有什么值得去嫉妒 去羡慕 他是年轻的时候 用生命换财富 到年老的时候又用财富换回生命 还换不回生命 所以何苦来呢 还换不回生命 一生呢 并不富贵 但是呢 他每日呢 他自己可以耕田可以做事 一路到老了 身体还好健康 走得好自在 这种人还反而有福 第三个我们应该怎么想呢 如果是富有 见到那些唯富不仁的 不肯做好事的 往往一般人呢 看见就起怨恨心 这个是人之常情 但是这样的怨恨心 也都算是妒忌 这种心态也都不好 他为富不仁 他自然有他的果报 自古都是财富追山无常 财富所谓五家所有 哪个五家 第一个水灾 水灾来了 好像印尼海啸 一下就把所有的财富都淹了 第二个是火灾 一把火都烧了 第三个是道财 道财来打劫 现在我们说黑社会 来敲诈勒索 可能呢 搞到我们倾家荡产都有份 第四个呢 是败家子 如果为富不仁不肯收德 那些财富的往往都会敢招那些大家子来投身 他是一个环枯子弟 将那些财富通通都散了 去赌博的去嫖娼的 想花钱容不宜 全部都给他洗光了 最后破格 还有是官府 官府是什么 犯了罪 到时就落监仓 你看看现在 我们就看到现前都有这个例子 曾经2008年的时候被选为中国首富的人 我不点名了 现在在哪里 在监狱里面 所以 这个 经济犯罪 官府来了 法律制裁 可能活收财产 宠罚 这个也是破家 所以 财富不是自己所有 是五家所有 你知道这个道理 那就要及时行善 财富 现在拥有的时候 是暂时拥有 不可能永久拥有 带不走 人死的时候身体都带不走 何况说身外物呢 真正明白了之后 即刻拿这些财富去 即得行善 带那些善业走 带得走的 我们要拼命去做 带不走的 放下不要紧要 这个人就是聪明人 如果是财富到了自己手上 就据为己有 以为是我的财富 这个是一个愚痴颠倒梦想 你的财富可能在你的银行卡上面 显示多几个零 多几个零有什么用呢 如果没有德行 这些零往往是 带来灾祸 所以贫穷的人 就无需忌妒那些富有的人 为富不仁者 自然就会有上天去报应他 需要自己去操这个心呢 所以真正明白人 即使在贫穷的境界里面 他都会自得其乐 好像颜回 你看看这个孔子的 最赞叹的学生 他是怎样的 孔子赞叹他 一丹食 一瓢饮 居流汗 人不堪其休 而回也不改其乐 孔子说 他生活很贫穷 吃饭的时候 连碗都没有 用丹食 丹是什么呢 草字头 一个商丹的丹 丹是用竹片 偏成一个楼 一个装饭的竹楼 碗都没有 用这个来吃 喝水的时候 杯也没有 用一个葫芦瓢 瓢饮 居住在流汗里面 如果人家 好像他那种状况 不堪其休 很忧虑 但是颜回不改其乐 很快乐 落在哪裏 落到 心中有道 法气充满 很快乐 确实来说 是要自己 有一些体会之后 才能够 认同 颜回的这种快乐 好像我自己 做过这些实验 以前我又有工作 又有财产 有房屋有车 收入都算是很可观 跟我们师傅学法 学圣言之道 将这些全部放弃 现在我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连银行账号都关了 好自在 为什么呢 没有东西就没有东西休 你有一样东西就要休 有什么就要休什么 你没有东西就不用休 一日到刻做什么呢 学习圣言之道 读圣言书 每日最高兴的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学习真德 不以乐乎 所以 动得这个道理 我们就知道 硬回 它不改其乐 是真的 不是假的 现在我都不会改我的乐 我辞职的时候 商学院的演长 因为我原先是在昆斯坦大学 商学院教师 演长不理解 你看看 这个文章经常获奖 这个学校破格提升你 做终身教授 收入也这么好 这个年年都有奖项 这么好的前程 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他就不理解 当然我们也没有人跟他说这么明白 他是澳洲人 西人 不懂全中文博 说得都不一定明白 算了 我善考方便 他就很好心 他就说 这样吧 你的职务我给你保留一年 如果你一年里 你如果后悔了 回来 还可以继续做 我很感恩他 善考方便便答应了 我就跟他说 好了 你一年 万一我要回头 我会继续做 如果我不回头 你就不用再想了 立刻可以给人了 结果到现在 你看四年了 都没回头 说实话 狗牛都拉我 拉我不回头了 不改其乐 正如古人说的 世味哪有法味那么浓 我们少少尝到一些法味 世间的名物 利养的味道 不值一提 所以 真正学道之人 首先要放下身外之物 对身外物 还有少少执着 都是将道恩怨 他翻读 我在此 不算是涮入大家 学习自我 这样 将我的财产统统统统统佩 这是看恩怨 各人的发愿 各人的因缘不同 不可以硬磕 你如果是有富贵 在富贵当中你能够安心 你能够将你的福报和众生分享 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最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支持弘扬佛陀教育 使大众能够破坏 这是最真实的利益 不一定将你的富贵全部都给人 你给谁呢 给了那个人 如果那个人没有得行 那你浪费了 不如你自己去利益众生 所以中庸里面有一句经文说 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怨付其外 素夫归行扶夫归 素贫战行扶贫战 素疑敌行扶移敌 素患难行扶患难 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这个说话是什么呢 君子的心永远安住在当下 素其位而行 就是在他自己的地位上安心 安住于自己的位置上 不会向外攀缘 不怨付其外 就是不攀缘的意思 如果是自己有富贵 素负贵行扶贵贵 怎样去行 你能够多些帮助众生 就是行扶贵 你是天生有福报 那你就做有福报的事 素贫战行扶贫战 贫战之人 你可以做贫战的事情 好像我这样 我现在就是贫战之人 贫战是没有财富 贫战是没有地位 现在我的咸头都没有了 以前还有什么教授 现在没有了 钱就更加没有了 但是我们都可以行扶贫战 做什么 像释迦牟尼佛那样 释迦牟尼佛 太子都不做了 国王都不做了 去做一个苦行征 日中一食 树下一宿 最贫战的生活 开悟之后 就弘法利生 从事佛陀教育的工作 做老师 做了一世 四十九年 港经说法 最后走的时候 双树临坚 离开人世 这个是和我们试验出 你在贫战的境界里面 做出一样可以做利益众生的大事 说经说法 我们就要走这条路 所以无论是富贵 富贵可以护法 贫战可以弘法 所以你看佛陀当年 他将护法的责任 付托给那些国王大臣 富贵的长者 要他们来护法 因为他们有这个福报 自己就是安心教学 师父 你们一生都是这样 坚守着三个原则 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财 在任何一个道场 只是专心讲经 教课 做一个老师 这样你看多自在 所以恒 这个素移敌 移敌就是没有文化的地区 如果你生长在那个地区里面 一样可以安心 做什么 一样是可以学习和弘扬 传统的圣言文化 素患难恒乎患难 即使是患难的时候 灾难临头 不用怕 没有什么好怕的 恒乎患难 现在大家看了2012的片 难免有点担心 经常都问是否真的 其实真正学道之人 你他是不是真的 即使是真的 都是只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死了 一个是不死 是不是就是这两个结果 如果他不死 那就继续行道 如果死了 就往生淨土 所以心永远是安 心平气和 所以这样的话 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厌 无论入什么境界 贫也好 父也好 信也好 亦也好 他们这些君子都能够自得其乐 这是真正将这个世间看破 才能够做到 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现前这些所有的万事万物 虚假的幻象 何必要执着他 何必要因此而生烦恼 不需要放下 所以贫也不用骄 贫的时候不用道 就会做到贫而无怨 贫而无骄 那如果是贫就有骄 贫就会到 这个果报也是不好 我这里跟大家讲的故事 也是感应篇会篇里面 是讲到一个宏苑的地区 有一个富翁叫周二夫 这个人虽然富有 但是很奢侈 而且性格很娇滑 当时他有一个朋友 叫孙息枝 曾经多次勸戒他 周二夫很生气 不听从他的意见 反而还骂他 你懂得什么 来管我的事 结果孙息枝因此 他就怀恨在身 一个是骄 一个是毒 这个孙息枝 后来登了帝 炒取了尽事 做了官 刚刚在洪苑的地区做官 管这个苑 这时候有一个人 就告周二夫 说他在这个街市上打人 刚刚被打的人 后来就死了 结果孙息枝就看 这个惩罚你的机会来了 就找兵主捉拿了周二夫 判了他死罪 当然周二夫就被处死了 没有几年之后 这个官员 这个孙息枝就转到河北 结果整家人 就被那个扣财 这个强盗就杀害了 虽然两个人的下场 都是不得好死 这个周二夫以负交人 整定他会遭致灾难 这个孙息枝因为祈祷的富有 对这个人就有怨恨的心 想去报复他 结果自己也是招来杀身横祸 所以这个故事提升我们 我们看见富有的人 不要生嫉妒心 知道他如果为富不仁 好景不祥 不需要自己去惩罚他 自有因果报应 自己又不是贤王爷 不用操这么多心 贤王爷判处人 都是依他的因果来判处 孙二夫判人判重了 出自他自己的思心 没想到自己竟然 种下了祸根 这个妒忌心不仅是对财富上有妒忌 其实任何的东西 看到别人得到了 比如财华 能力 明文利养 别人的赞叹等等 这些我们都不能读 所谓见人之德 如己之德 见到别人得到了 就像自己得到一样 随起他 自己都生欢喜手 这样自自然而将妒忌的烦恼 能够破除 在历史上很有名的例子 这些是妒忌才华 结局都是不好 在战国时代 有孙笨和彭娟两位师兄弟 很有名的 他们都学兵法 跟鬼谷子学习 鬼谷子是精通兵法 教了两位师兄弟都很厉害 两位人都有大志 将来能够出山 大献身手 做一番事业 孙笨的兵法 就技艺比彭娟要高 彭娟妒忌孙笨 但是彭娟这个人 为人很奸狡 虽然心里面妒忌人 但是表面上 与孙笨非常亲烈 清卿道底 孙笨就信以为真 就没有怀疑彭娟妒忌他 结果有一天 就刚刚遇上 魏国要招立言事言才 彭娟是魏国人 于是他就去应招 临行之前他拜别鬼谷子 和孙笨 就跟孙笨说 我今天先下山 我如果真正有机会飞煌腾达 我一定不会忘记师兄你 我一定会向魏王推荐 帮你能够一展鸿图 于是两个人耍泪告别 彭娟就下山 到了魏国之后 彭娟很有两手 又送礼又托人去港澄 竟然很快就见到魏王 彭娟仍有两下 所以言谈之中 就很快就得到魏王的赏识 被他封成将军 后来彭娟指挥军队 跟魏国和宋国开战 打了几场胜仗 于是彭娟就一下就成为了魏王 很重信的将军 春风得意的彭娟就想到 这个世界上唯有孙殿是他的敌手 所以就想随着读计 想要除了孙殿 自己就天下无敌 意思是他写了一封信 派人送到孙殿那里 好言好语 劝孙殿来投靠魏国 自己可以帮助孙殿 见到魏王之后 极力推荐 孙殿就信以为真 立即赶到魏国投奔了彭娟 彭娟大排圆职 招待孙殿 性情款待 结果过了几天 都没有要见魏王的消息 这个孙殿就不好意思问 在家自己等 在彭娟的库上等 有一天孙殿正在看书 忽然之间听见屋外面 吵圈吵架 入了一队军队进来 这些兵士一看孙殿 将他五花袋绑起来 就压到一个军官面前 那个军官就说 圣子孙殿司通齐国 他是间谍 于是将他两个膝头的骨 挖了 结果孙殿成了一个废人 而且他面上还刺了犯罪的标志 这种人不可能再被国家重用 加上自己的残态 孙殿后来他才能明白 原来这是彭娟的读解 孙殿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误了之后 他就在那装傻 好像瘋了一样 天天披头散发 彭娟叫人把他困在猪圈上 跟猪在一起 有时候去看看他 看到这个孙殿 披头散发 整身都喇喇喇 看到彭娟来 竟然在他面前 插着一个猪屎 向口里塞 然后大大大地咬 彭娟一看这个人 真是傻了 知道了 这个人已经是废人了 于是对他看管就不太嫌 孙殿到后来 竟然被他找到一个机会 齐国有大神 一个死神来魏国 他偷偷地找了一个机会 前去拜访他 这个齐国的死神 听了孙殿的讲述之后 就知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 于是偷偷地把他藏在车子里 运出去了 投奔了齐国 孙殿到了齐国 就在大将田基手下 做他的谋事 田基是一个很外财的人 跟孙殿一交谈 就知道孙殿这个人 是一位很有谋略的军事家 我们知道后来他写了孙子兵法 激励向齐皇推荐 但是孙殿就说自己已经被人无限 涵害了 所以成了一个废人 现在也不要做什么将军了 就愿意只做田记的谋事 做他的军司 这时候刚刚遇到魏国 彭娟带兵攻打赵国 赵国是小国 打不过魏国 加上彭娟很懂兵法 赵国不是他的敌手 结果魏国的军队围困了赵国的都城陷丹 非常紧急 派人送信来齐国求救 结果齐皇 于是立刻派了田记率领大军去救 这时候孙殿说 我们不要这样救化 应该怎么救呢 现在魏军所有精锐部队 全部去打赵国 他的都城一定空虚 应该怎么办 我们的军队应该直接打魏国 一定要逼使彭娟的军队 回来救自己的国家 自然赵国解围 这条解很有名的 唯魏救赵 所以田记用了孙殿这条解 大军直向魏国的都城进发 彭娟接到都城来的急令 立刻班师回朝 日夜起城 拼命向自己的都城赶 当然兵士都疲劳不堪 遇到齐军在那里以日代劳 等着了 结果一来之后 一场战斗就打到 这个魏军 就愧不成军 连彭娟都被捉拿了 孙殿道量很大 虽然捉了彭娟 但是没有去报复 只是给他一次教训 就把彭娟放了回去 彭娟当然很羞愧 但是他心不死 十几年之后 有一次彭娟又带领十万大军攻打韩国 韩国又是请人向齐国求救 孙殿又是用维魏救治疗的方法 攻打魏国 彭娟急急地带兵回来救援 但是彭娟这个时候 他就有准备 他就不太消耗体力 准备去迎战孙殿的军队 孙殿就用了一条招 用减造的方法 因为齐军有十万人 一开始 第一天就用十万人的造台 一直在撤退 第二天就减成五万人的造台 第三天减成三万人的造台 彭娟带的军队一天一天赶 看到第一天齐军十万人 第二天就剩下五万人 第三天三万人 彭娟就哈哈大笑 他就说这些齐军都是胆小鬼 看到我们大军回来 就吓得全部被摔倒 不知道原来孙殿用这条招 是迷惑彭娟的 意思彭娟就下令 干脆就带着一队骑兵 所有的这些军粮物质全部砍下 轻装上阵 带领一支小军队去追击齐军 结果没想到走到树林那里 这个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了 彭娟心急 得胜心切 点起火把继续追 结果发现前面的道路越来越窄 前面原来发现被那些树木挡住了 原来齐军在这里把前面的道路堵塞了 两边是山谷 这个时候彭娟就知道不妥当了 结果走到树林旁边 点起火把一看 树木上面既然写了一行字 彭娟死在此处 这个时候知道是想当了 但是来不及了 两边山谷齐军一声纳下 万箭齐法 将彭娟的军队打到乱龙 最后一败涂地 彭娟自敏而死 所以彭娟 你看 因为祈祷孙殿 本来是同门师兄弟 最后自己落得不得好死的下场 所以祈祷的心理 确实是一个祸害的根源 好 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有讲得不拖挡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质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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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